国宝艺人郑平均出道多年 演出过许多戏剧作品受到不少粉丝喜爱 平时常在网上和粉丝互动的他 在19日却突然透露自己骑车发生意外 他透露自己刚摔车时视力有将近10分钟失明 甚至连咳嗽都会痛 后来去医院挂急诊时视力才慢慢恢复 让他现在再次回想起来都感觉很可怕 他也决定以后不论开车骑车 都要乖乖保持50公里就好 同时他也奉劝大家如果有骑机车的话 上衣一定要穿长袖 还有一定要穿长裤 同时也晒出多张受伤的照片 让不少粉丝看了很担心 不过他也透露自己有趣 整副推拿 肋骨的疼痛有减轻许多 要大家不要太担心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